你是不是觉得TrackGP用起来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呢 因为你可能会听到有些人在说 TrackGP可以取代医生啊 可以取代律师啊 可以读懂法律条文等等的 可是为什么用起来呢 好像就还好啊 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 TrackGP的进阶用法 如果你已经接触TrackGP一阵子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是可以角色扮演的哦 不管你今天是要他成为一个律师啊 医生啊 你想要他越狱 让他成为黑暗版的TrackGP 都是可以的哦 那这个过程是要如何执行的呢 我先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要让TrackGP进入一个角色呢 你要先给他一个剧本 你要先跟他解释呢 这个角色他平常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的知识背景是怎样 例如说你今天这个医生呢 是亚医呢 还是内科呢 还是外科呢 你都要解释的非常清楚 还有你一定要特别解释说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 他在这个领域大概是第一名的那种感觉 你要先把这些剧本背景呢 都先铺陈好之后呢 TrackGP才能够进入那个角色 那进入角色之后呢 他就会以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你的问题哦 不管今天是心理医生 是以朋友的角色呢 还是以一个父母的角色呢 给你意见都会是不同的答案哦 所以TrackGP他今天的角色有点像是 从这个大数据库呢 抓那些我们需要的资料出来 然后来分析你的问题哦 好那重点来了 这些脚本要怎样伸出来呢 第一个是你可以自己写 那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麻烦呢 所以第二个方法呢 是我们可以直接下载人家已经写好的脚本库哦 就是在国外呢 已经有非常多厉害的人呢 他们已经写出各式各样的脚本 不管你今天是叫什么心理医生啊 或者是运动教练啊 他们都已经编出一个非常长的角色库 可以让你直接复制贴上了 今天我们就介绍两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哦 第一个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在Github上面呢 它叫做 Awesome Check GPT Prompts 你往下滑呢 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角色哦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来搜寻你想要的角色 那非常可惜的现在是英文的部分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全部复制下来 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是OK的 假设我今天看到这个哲学家 觉得非常有趣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下面的这一整段画复制起来 它就是Check GPT的脚本 然后我们打开Check GPT 然后呢我们直接贴上 然后送出 这个脚本就会帮助Check GPT 进入那个哲学老师的角色哦 然后这边呢教大家一个语言转换的方式 就是因为它现在是英文嘛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切换成中文 就是我们可以请他 接下来都以中文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那他现在已经切到中文模式了 我们来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那这边呢也要讲到就是很多人都有问我说 英文跟中文的差异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速度 中文会比英文慢很多 那如果你已经有一点点英文的技术的话呢 也建议你可以先让他以英文回答 然后自己再去做翻译就可以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答是怎样哦 他就真的是以一个哲学老师的角度呢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哦 有一些哲学家呢 认为你要依照自己的价值观跟兴趣来定义自己人生意义 那有另外一派的哲学家呢 又认为你应该是以外在的因素来决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哦 每个派别呢都有自己的定义 那这个回答很明显会跟普通的却GVT是不一样的哦 那我们来做个实验 我们来让没有经过角色带入的却GVT来回答一模一样的问题 看会不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哦 这边他的回答呢就是非常的广泛哦 就是说每个人人生意义都不一样啊 有太多因素了 所以等于就是说今天却GVT他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大数巨库 你必须要先给他带入一个角色呢 他才能用那个角色的角度来分析你的问题哦 不然他的回答其实会太广泛 那除了这个网站非常好用可以用来查一些脚本之外呢 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应用程式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呢 来搜寻你要的角色 他就会直接帮你抓脚本 你就不用手动的复制贴上这些剧本了哦 那这一款应用程式呢 我也会直接把连结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哦 那他的名称就叫做TrackGVT 那如何安装呢 就是下面这边会有Windows跟Mac 就是看你使用的电脑是哪一种 然后例如说我今天是使用Mac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下载的连结 好那我们打开这个应用程式之后 要怎样取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脚本呢 首先呢我们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Preferences 里面第一个是Control Center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看到左边这边有个Language Model把它打开 接着下面呢有个Sync Prom 那你点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这边是空的对不对 然后你就按一下最上面的这个Sync 他就会把所有的脚本都加进来了 那加进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视窗关掉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TrackGVT的这个画面 那这边呢我们就直接按斜线 就可以去搜寻各式各样的角色 不管今天是想要编码的老师啊 还是各种语言的老师 甚至是教练啊心理资商啊 医生啊律师啊什么的 你都可以在这边搜寻 例如说我需要心理资商的话呢 我就点这个Mental Advisor 那大家看到呢我选完这个指令之后 他就会自动切换成脚本哦 里面会帮助TrackGVT带入这个角色 例如说这个心理资商师他是怎样的背景 他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心理资商师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的问题之类的 那这一大串当然你也可以自行修改里面的内容 这边呢我就问他如何舒缓面对人群的焦虑哦 看看他怎么样回答 这边呢他就给了我一些面对人群焦虑的应对方法 像是慢慢暴露啊深呼吸 然后调整心态等等的 算是蛮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啦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呢 他给的这些回答跟原本没有脚本的回答 会不会一样呢 我们来测试看看哦 那我把同样的问题丢到一个新的对话视窗里面来看看 那大家看到呢他如果没有带入角色的话呢 回答会是比较广泛的哦 他的切入角度就不会那么的专业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呢 要先把这个角色抓出来 然后再问他对的问题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不然我们直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 直接把问题丢给他的话呢 就是可能会切不到痛点这样子 那再来呢我们来试看看其他的角色 他这边有非常多的角色你可以往下滑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非常酷的 他是Mid Journey的关键字生产器哦 就是之前我们有教过大家Mid Journey要如何使用嘛 他是一个AI绘画工具 那使用他的过程就必须要自己去写出这些关键字 其实过程是要做一些功课的 那你如果你今天懒得做功课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Track GPT来生产关键字 那要如何使用呢 例如说我今天点击这个 然后就直接把他送出 他的角色呢 就会变成一个可以生产Mid Journey关键字的一个机器人哦 那其实可以生产Mid Journey关键字的脚本布置这一个哦 我之前有看到更多更厉害的 他们甚至可以直接抓一些有名的摄影师 把他的名字带入到这个关键字里面 那下部影片我们也会教大家如何让Track GPT越狱 让他变成黑暗版的Track GPT 就会非常的好玩 因为他会回答一些他平常不能回答的问题哦 所以其实这样玩下来呢 我觉得Track GPT不只是可以用来编辑文字 他并不只是一个文字工具哦 他可以当成你的人生导师 在你各个方面可以给你意见 但目前为止呢 这些都只是用来参考 并不能够完全当成一个你做任何决定的依据 因为毕竟Track GPT他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但是呢我觉得他已经开启了一个未来的方向哦 我觉得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呢 可能都会有AI参与我们的生活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非常恐怖 有些人可能热见其成哦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怎样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这个小小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蛮实用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一个小小的鼓励 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